搬屋找時代啦 時代夠專業 時代服務界 搬屋搬廠搬寫字樓 請找時代物流快甲桌 還提供傢俬拆卸和安裝 傢俬暫存 有事要幫手 掃QR Code 或者直接打電話給楊生 Hello 大家好 追春路 距離五一王今週不夠半個月 本地部分高升級酒店房間已經預訂爆滿 尚未客滿的酒店房價易交平日加了不少 今年五一王今週是由4月29至5月3日 從旅遊預訂平台可見 期間多家綜合度假村酒店客房 已經全數受慶 威尼斯人那些 部分尚未客滿的升級酒店 亦顯示低價房型即將售賣完畢 各個升級酒店房價價位介乎1500至6000人民幣不等 相當高 酒店價格高企由於供不應求 導致房價很難回落 不過特首早前說 因為澳門太多美的賭場酒店 所以房價特別貴 希望澳門有更多非豪華酒店可以投入市場 更希望二三星級的酒店翻身一下 增加吸引力 早前荒廢了很多年的國際酒店 新馬路口那間有商人早幾年收購 之後進行翻身工程多時 近日有傳即將重新開業 今日現場所見已經拆掉棚架 整間國際酒店換言一身 恢復原貌 工程基本完成了 招牌有紅布蓋著 相信很快都會開張展彩 澳門酒店業商會說 暫時未了解國際酒店開業的時間表 但估計都快 何時就不清楚 如果開回來 大家不知會不會去住晚懷舊一下 因為謝賢和胡鋒年代的酒店 應該房價不會太貴 多一間比較好的酒店 而且有話題 相信可以吸引多些客人 可能會帶旺新馬路 清平街、福隆新街一帶的商戶 澳門目前超升級酒店 真的比較多 經濟型酒店相對較少 而且並非所有旅客都可以負擔得起昂貴的房價 如果持續有非豪華酒店開業 相信可以為旅客提供更多選擇 又可以舒緩澳門酒店客房緊張的情況 根據公務局公佈的最新數據 今年第一季 在建中的酒店項目原來有12個這麼多 最多可以提供3934間客房 而處於設計階段的酒店項目都有8個 可以提供1308間客房 快點落成 快點可以用 快點房價 希望降低一點 好 這一集先看見 如果想支持我 我掃片給你截圖二圍 多謝你的支持